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其實我不知道今天中午吃什麼 再來講應該要給他吃 竹甲魚 白帶魚跟橘子 鳳梨 鳳梨世家 蓮木 沒有 鳳梨那些是之前就賣不出去 但是這一次很明顯的 竹甲魚 白帶魚跟甘橘類 就是因為他賣不出去 那既然賣不出去就給你吃吧 就是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 裴洛西為了他自己個人 攪亂一尺村水 然後現在你剛剛一開始問說 到底是雞死還是雞蛋 我覺得他留的不是雞死也不是雞蛋 因為雞死頂多是臭而已 他留下也是炸彈 不是雞蛋是炸彈 對 留下一堆炸彈 等著我們去引爆 這真的是很頭痛的一個問題 而且我也覺得 你跑去什麼人權園區 去見這些吳爾開西什麼 其他幾位也就算了 吳爾開西現在還有人把他當人權鬥士 人家可是在台灣呼風喚雨吃香喝辣呢 你去夜店常常可以碰到他 是嘛 所以我說呼風喚雨吃香喝辣呢 那我覺得如果他真的要去探討台灣的人權的話 他為什麼不來中天呢 中天就是被迫害了啊 對不對 對 兵哥你說的太對了 對啊 蔡英文政府的政績啊 把中天的執照取消了 對啊 還害我差點沒工作 你怎麼沒有來關心我的人權 他跟老奶奶這麼關心人權的話 怎麼不來看一下 這新聞自由跟人權耶 這不重要嗎 所以他只是想要成就他自己 而且他只要弄什麼樣對他有利的事情 對他不利的事情 他當然拍屁股管都不管 他為什麼早上6點就直接要跟劉德英視訊 好想這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你想想看劉德英為什麼前兩天要接受那個訪問 CNN的訪問 還講了台積電 不會是中國巫頭台灣的理由 你美國不要誤判局勢 顯然劉德英當時就已經知道裴洛西會找他 嗯 很明顯 所以他先表態 沒錯 因為你要知道 萬一他沒有對外界講任何東西 只是單純他跟裴洛西視訊 趕快裴洛西出來就說 哇 劉德英對我得好 說台積電要簽過去了 還擴廠 增加投資 所以要能夠講就趕快講一講 所以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所以蔡英文政府也不要告訴我說 你什麼都不知道 鬼扯 你從頭到尾都一直在安排這件事情 這個大家都曉得了 那裴洛西當然也不是什麼私人行程 你看過哪一個人的私人行程 動用到航空母艦 兩棲突擊艦 然後大型的機隊 嗯 你有看過這種私人行程嗎 還兩架飛機 對啊 所以一架是做誘餌在那邊 來擾亂視聽的 所以這麼大的陣仗 你告訴我私人行程也太誇張了 然後私人行程跑到立法院 跑到總統府 跑到台北賓館 跑到人權園區 這個私人行程也太讚了 所以這些都是幌子啦 那大家心知肚明 問題是 這一趟對美國到底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先不要站在臺灣的立場想 先站在美國的立場想 美國到底收穫什麼 所以這就是CNN問的啊 越而越多人質疑 培洛西冒險訪台到底值不值得 到底是透過聲明展現美國的決心 還是毫無戰略利益的 只想激怒中國 因為理論上來講 美國現在正在內遊歪環境當中 俄烏戰爭遲遲無法解決 他國內的通膨問題 經濟問題越來越嚴重 那他的其中選舉 岌岌可危 在這種狀況下 理論上來說 正常的情況 拜登應該是積極尋求中國大陸的合作 所以為什麼他從5月開始 一直想要跟習近平見面 不就是因為這樣嗎 對 那結果 你好不容易因為 裴洛西這個危機跟他通的話 通的話之後馬上擺他一道 你折一下這個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這個王毅 大概就表示這個外長 就說 那這個G20你沒別見了 以後不用見了 通通不用見了 都不用見了 其實 其實在視訊他們 習拜視訊之前我就想 照理來說中國應該是 要獲得 美方的 讓他們能夠肯定的保證之後 才會進行這個視訊 反正視訊沒意義啊 因為你視訊完之後 很可能裴洛西就來了 那結果還真的是這樣 那假設之前美方有對習近平做出什麼保證的話 那現在習近平一定覺得自己上當 一定覺得自己被擺一道 那以後中美之間就毫無任何互信基礎 大家就是什麼東西就是直接來吧 這是好可怕的事情 中美沒有互信基礎是多可怕的事情 這是兩個核武大國 彼此沒有任何互信基礎 你要知道美國其實到現在跟普丁 都是有溝通管道的 那如果說中美以後 完全缺乏這種管道 我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這是非常危險 而且 這看起來對拜登也沒有利益啊 對美國也沒有任何利益啊 裴洛西此行之後收獲了什麼 台灣本來就對美國中心耿耿啊 美國人不用來也是這樣啊 裴洛西不來難道台灣敢去投共嗎 難道台灣就不加入chip4了嗎 你不讓我們參加的台灣都想參加 你叫我們參加的台灣半夜都跑去參加 台灣敢不參加嗎 台灣你叫他幹嘛就幹嘛 這個對美國來講還根本不必多此一舉 那除了成就裴洛西個人之外 到底對美國來講好處是什麼 完全看不到 反而激怒到一個在亞洲很有分量 而且對未來世界局勢很有影響力的大國 在我看來是完全滑不來的事情 而且接下來馬上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因為老共已經六面圍堵了 好六面圍堵之後 理論上來說 你才剛剛裴洛西才跟台灣掛保證 他要飛之前才說我鑑定支持台灣 對 沒錯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他一飛走雷根號就走了 就跟著跑了 混蛋 理論上來講 你就算不直接把航母停在 老共公布的那六大野區區域之內 你至少停在台灣旁邊吧 是嘛 停個附近嘛 是啊 就看一看表示你聲援嘛 讓我們安心一下嘛 結果他老實不客氣就跑了 立刻走 立刻走 那你要知道96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美國是大老遠派兩艘航母衝過來 對 要幫助台灣 至少幫忙威嚇台灣 不一定會爭打 但至少幫忙威嚇一下 老共嘛 像屁股一撅 底巴一甲跑 那現在是老共說要演習 指明這六個地點喔 地圖都畫出來了 然後你就跑了 請問一下 這什麼意思 何來的堅定承諾 對啊 那 接下來所有的炸彈 就是台灣自己要去拆了 沒錯 那顯然 美國爸爸不管你啊 那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老實講 接下來我真的覺得 危機似服啊 那蔡英文政府稍微處理不慎 尤其是人家現在直接 已經劃到你臨海裡頭來 劃到你臨海裡頭來 我們的軍艦飛出去不可 對喔 軍艦軍機明天該怎麼辦 明天要怎麼辦 那到時候怎麼應對 萬一一個應對不妥善 可能 老實講擦槍走過之後 可能真的武統就開始發生了 那兵兵戰危誰也難保必勝 我真的不希望看到那一點 所以這邊呢 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生性電解刺生水 跟病毒 無泄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 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